为什么说蓝结英禁绝舞台山? 又一个记忆深处的名字,上了热搜。 近日,一则有关蓝结英曾经被曾志伟性侵犯的报道在互联网上疯传,具体是否属实我们今天在这儿不做任何评论。 我们今天就来介绍一下我们的女主人公的历史,带大家认识一个我们都知道她的名字,但却不知道她究竟是谁的人。 蓝结英,一位上世纪八十年代最红的花旦,一个本世纪娱乐圈最惨的边缘人。 从貌美如花,竟觉舞台山,道行如老玉,疾病缠身无人问,蓝结英的一生大气大落,比她从事的戏剧行业还戏剧,比任何嘀咕都嘀咕。 虽然她早已与娱乐圈断绝联系,但娱乐圈却总以一种极端不适的方式,翻出她当年的悲剧。 最近,这种恶性反熟又来了。 2013年,曾曝光过她自曝被香港娱乐圈大佬性侵的视频,但当时,视频里性侵者的名字被消音了。 近日视频又被翻出,据说大佬真名曝光,邓光荣,曾志伟,真的吗?网友存疑。 第一,2013年原视频中,男生采访变成了女生,有后期配音的嫌疑。 第二,邓光荣,曾志伟的名字,都是从提问者口中说出,拦截英全城媒体任何一个人的名字。 而身处于舆论风波中的人物,娱乐圈大哥大曾志伟也很快发表声明驳斥,视频经过剪辑,属不实传闻。 近日更是召开记者发布会,亲自现身澄清近日有关她与蓝杰英的一些网络报道。 今天,请忘记她衰老病弱的样子。 把记忆这一页,翻回到很多70后,80后的青春期吧。 她曾是一个对女神的最完美比喻,虽然当年还没女神这个词。 她曾是很多懵懂少年心中的青春迷梦。 可及时已成年后的我的眼光来看。 蓝杰英也是一位,离天后宝座只差一毫米的女演员。 蓝杰英年轻时尽兆。 80年代的香港,影视如火如荼,新的黄金一代正在诞生。 1983年,具有标志性的第十二期无限训练班结业。 毕业名单上,出现了很多后来熟悉的名字,吴启华,刘晴云,刘嘉玲,吴君如。 但其中最耀眼的,不,说句冒犯的话,最和李鸡群的,当属人结音。 她的颜值,不需要解释。 外号静爵武台山,与刘嘉玲,张曼玉,邱舒珍等一堆大美女,并称为九龙女。 蓝杰英,周慧民等合照。 一张随意摆拍的美女合照中,第一眼看去,她甚至比周慧民还除挑。 她的颜值,属于万能搭。 不管是配梁朝伟还是刘德华,只有别人配她的份。 杰英与梁朝伟 蓝杰英与刘德华。 她的走红,同样不需要解释。 毕业后的蓝杰英,自然是无限力胖的新人,一部部好剧都优先选择她,超越爱情线,家有娇妻,宝芝林。 可惜那时太小,最早见到她,还是1992年大火的大时代。 超越爱情线 大时代剧组合影。 郑少秋的当家剧,她在里面演林姐,一个起初单纯,后来疯癫的悲剧女孩。 现在回想,真是一戏成衬。 1994年,她又一次出现在大众眼前。 周星驰大垮西游之月光宝盒,她演春三十娘。 大垮西游里的蓝杰英,也有意思。 当时的大众虽不能完全领会大垮西游,却记住了她的经验出场,还有聊聊几句台词。 桃花过处,寸草不生,金钱落地,人头不薄。 也正是从这一部戏开始,内地的许多观众才第一次真正的认识了这位香港天后级的演员。 我想在那个年代,肯定有不少人小小的妒忌过周星驰,可以在一个清晨骑着自行车,载蓝杰英去搭飞机。 周星驰送蓝杰英去机场。 一开始,很多人只看到她的颜值,把她和青春无敌的符号联系在一起,却忽视了她的影视天分。 但渐渐大家发现,她并不仅仅在做美女蓝杰英。 给她什么角色,她就真的会住进角色里。 在拍摄《大时代》时,她临场改过剧本,把一场情感戏改得更贴近角色。 剧中有场戏,是丁谢的妈妈上门找罗慧玲,又跪又拜求罗慧玲原谅她,原本剧本是《狼杰英》饰演的罗慧玲走过去哭着拉起她,但临场时,《狼杰英》就走到一边,抱着手默默地在哭,没有走过去扶。 拍完《大时代》后,她曾向谭永林诉苦,说自己一直无法抽离,感觉很痛苦。 现在在看到这,看到的其实不只是努力,而是她,一些悲剧个性的宇兆。 当时不少香港杂志,已经流露出种种担忧。 圈中人员非太好,倾甲园也开始不稳,唯有在演技上保持高水准,方式自保良机。 美好的事物,总是太短暂。 桃花过处,平庸的寸草仍然生长,但桃花早已腐烂成泥。 接着,先不提那些悲剧吧,时间一晃到了2013年。 那一年的刘嘉玲,爱情,财富双丰收,穿梭于各式各样的时尚,电影活动。 刘嘉玲 那一年的张曼玉,已经顶着贾那影后的光环,和刘德华首签首位金马奖颁奖。 刘德华和张曼玉,那一年,失踪多年的蓝结音,也出现在大众视野。 却衣头白发,神情恍惚,完全没有了当年竞绝舞台山的风采。 现在的蓝结音,如此巨大反差,猜测当然纷支踏来。 有人说他事业受挫,被数度血藏,有人说他家门不幸,1995年和1997年双亲分别离世,还有人说他情感不顺,两任男友自杀身亡,被富商抛弃。 2004年,蓝结音试图自杀,后被送入精神病院,出院后最惨时,甚至靠减剩剩饭冲击。 他一下子成了一个大家不敢相认的,最可怜的,丑女人。 蓝结音的悲剧,到底是如何造成的? 个人觉得,疯癫或许是各种不幸的综合结果,但曾被强奸这件事,绝对是压垮他最重的一部分。 讲到这,想必大家都知道了蓝结音曾经是如此光彩动人的一位演员,但愿他能够恢复都正常人的生活,喜欢的粉丝也希望你们能力挺他到底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说明镜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